双溪双铁低碳油开幕了 主办单位还特别在开幕时当天 提供了贵竹笋让游客们来免费试吃 而且现在也正好是贵竹笋的产季 许多游客吃的都赞不绝口 来看看现场的状况 双溪双铁低碳油开幕当天 还有在地特产的团委活动 其中的贵竹笋更是提供让大家免费试吃品尝 正值盛产季又好味的贵竹笋 让在场民众忍不住重复排队品尝 此外活动中也示范让大家体验 播贵竹笋的热趣 想到双溪是一个很有文化的地方 为什么因为它落实我们的中华文化思想 它言语代价 欢迎代仁 我们会把硬盒去掉 留下自己吃 让客人吃到最油米米白泡泡的地鱼 刚刚没有 所以刚才老师跑过来教我们怎么弄 还OK 活动会场还有农特产展售 有现煮贵竹笋 主办单位在现场还提供现材的贵竹笋 发放给游客体验播贵竹笋的乐趣 看完播笋答案的示范 原来播贵竹笋可是有技巧的 现场来宾和游客迫不及待折断笋尾 转圈圈10秒内即播开笋拓 取出鲜嫩笋心 各个当作战利品乐得带回家煮料理 有 对 好难播 播的手都很痛 谢谢 谢谢 嗯 你来这边好玩吗 超好玩 因为今年春雨来得比较晚 使得产季延后 不过由于现在正值盛产期 游客来到这里可以体验采收贵竹笋 还能吃到贵竹笋料理 真的是收获满满 记得陈玉威 双溪采访报导